台湾在星期一的新闻里面几乎大部分的版面都是被了登记第三季注射全部的大爆发而盘踞 事实上欧洲各国接种第三季已经是司空见惯 而今天报道里面以色列宣称他们已经有25万人中了第四季 也就是要对付Omicron 不过在这段时间您可以看到在欧美这两个区域里面 因为不断的扩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各国都有为数不少从头到尾一针都不打的这些民众 那么选择不打疫苗他们有自由 但是会不会成为一个扩散就是感染重症的破口 那么现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更紧的防疫政策持续拉锯 在本地时跟法国刚刚结束的周末再度爆发反防疫的示威 法国一天新增超过29万 开学不到一周巴黎一个学校四分之一的教师和50个学生 全部染疫 而法国不准再用检测阴性证明 一定要有疫苗通行证才可以上路 而德国开放一个飞机机舱改装成儿童施打的注射站 打完针可以跟飞机拍照逛座舱 那么这个贴心的设计果然奏效 英国考虑缩短隔离期 只要确诊完五天就可以上工 那么当然这丹茂的风险是因为缺工 但是有可能会让扩散会变得更多 以色列宣称25万人打完第四季 以色列从超前部署 现在变成超超前的准备 一起来看看 耶旦树在熊熊烈火下燃烧 比利时首都周末在线抗疫潮 约五千名民众因不满防疫措施 剥夺人身自由上街示威 尽管比利时目前并没有强制疫苗接种 但进入餐厅酒吧 必须出示疫苗通行证的规定 仍引起部分民众反感 所幸此次示威并没有演变成暴动 以和平收场 比利时正在经历 由Omicron引起的第五波疫情 导致感染率不断飙升 其中首都市布鲁塞尔更是严峻 据当地病毒权威表示 每周感染率平均上升约82% 不久后就会攀升至高峰值 同样饱受第五波疫情肆虐的 还有法国 周日单日新增29万6千多例 上周更有两天确诊超过30万的记录 导致开学后的校方和家长都非常混乱 开学不到一周 巴黎郊区的一所学校内 就有四分之一的教师合约50名学生确诊 而根据防疫规定 只要有一学童感染 其他同学要在五天内检测三次 大量的确诊 如今增添执行上的难度 为了增加民众 引起反疫苗民众更加不满 学马克宏又粗笔字眼 上间大喊我们才要烦死你 相比之下 从十日过后更多场所 包括户外餐厅滑雪染车 都必须施打完整疫苗 才可以进入的意大利 各地接种站则涌入一堆民众 抢在政策生肖前一天接种 目前意大利百分之七十四的民众 已完整接种 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五 已经施打第三针 一向超前部署的以色列 则宣布已经施打 二十五万剂第四针 而德国的克隆机场 则是将一艘空八A300客机 变成儿童的接种站 在这里施打完后 可以参观驾驶舱 并且拍照留念 吸引不少家长 带上小孩来打疫苗 至于英国 在Omicron入侵后 感染数就不断飙升 单日新增超过十四万例 尽管与上周相比人数有下降 但仍让医疗体系不堪负荷 伦敦一间医院外排满救护车 等待床位空出 许多医生也因染疫缺情 英国在周六死亡数累计超过十五万人 成为全球死亡数第七高 位于南半球的澳洲确诊数 则首次突破百万大关 其中新南威尔斯死亡数 更创下历史新高 原先依靠强势封锁和严格边境管控 严防疫情的澳洲 在实施与病毒共存政策后 染疫人数连日创新高 Omicron的高传染力让即使打过疫苗 也可能会突破感染 但却能避免重症 眼下专家仍呼吁赶紧接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